朱元璋,大明开国皇帝,在位31年。 朱元璋是非常勤政的皇帝,他体力充沛,精力过人,势必公亲,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劳累。 历史专家统计过,从红武17年从9月14日到21日短短8天中,朝廷就收到了全国各地送上来的奏折1100多件。 这些奏折共说了三千多件事情,以每件奏章一千字迹,也有约110多万字,这样算下来,朱元璋平均每天要批阅20多万字,处理事情近370多件。 要知道除了批阅奏折外,朱元璋还要上朝面见群臣,俨然是一个超级工作狂。 朱元璋如此情政,着实让人敬佩,他认为这是一种责任。 朱元璋说,人均日理万机,待心一生,则恕无庸致,民无所赖,一患不可圣言。 朱元璋勤政还有一个重要体现,就是随时随地不论在何种场合,只要想到一件事,立即写在纸片上,然后挂在衣服上。 文武百官们都看傻了眼,皇帝衣服上挂满了纸片,就像披着一件羽毛衣服。 朱元璋势必公亲,肖干图治,而且经常微服私访。 更神奇的是,朱元璋还写过一篇名为《秦缆说》的预言故事,告诫天下臣民勤奋的重要性。 在《明时录》等官方史书中,关于朱元璋勤政的记载笔笔皆是。 朱元璋临死时也认为,镇受皇天之命,应大任于事,定祸乱而演兵,妥生民于事也。 谨辅欲以应天命,今三十有一年,幽危机心,日秦不殆,专治有益于民。 奈何起自韩威,无谷人之博智,好善恶物,不及多矣。 然而,朱元璋如此兢兢业业,他的秦政却并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,远不及后来的雍正,这是为何? 历史专家认为,朱元璋这是自虐式秦政。 朱元璋如此秦政,完全是他废除了丞相后的结果。 明初思想家黄宗熙在明一代访禄中一针见血的评价,有明之无善指,自高皇帝罢成相时也。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,一书也提出一个观点, 唐使我们说,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,政府由一个皇帝来独裁,这一说法,用来讲明清两代是不差的。 钱穆之所以这样认为,是因为明清没有丞相制度,这让皇帝真正彻底实现了大权独揽。 从秦汉至元末,丞相的权力越来越小,但是毕竟一直存在着。 丞相存在,能让皇帝抽开身来做更重要的事情,可朱元璋彻底将其废除,应要是接亲绝。 哪怕是机器,也要有受损的时候,何况皇帝因此,有人提出朱元璋是自虐式勤政,他再累也是活该。